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韧带 好 接下来开始我们今天的课程 好 首先讲一下韧带拉伸属于我们运动员里边最重要的一个环节 任何一个运动员都要拉伸韧带 跟不同的运动而言的话 他的韧带的要求不一样 对于我们练功夫来讲的话 韧带的韧性和要求相对是比较高的 OK 那今天呢 我给大家讲一下怎么来进行我们的韧带拉伸的一个训练 好吧 好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常用的一个动作就是弓步 弓步呢 大家看没有 前腿弓 后腿绷 我们称之为弓步 那弓步呢 又有很多种 弓步有这样子的 这样子 无数 横当步 横当步 也有这样子的 对不对 然后呢 身体的要求呢 是尽量正 正向这边 那在做弓步的时候 那我们来怎么来压伸韧带呢 看一下啊 在做的时候呢 我们要压腿的时候和做动作不太一样 压腿的时候呢 我们要用一些身体的力量去这样子抖动 这样子去压 压到一定程度之后呢 踮脚尖 看没有 踮脚尖 然后这样去压 这样去压 然后第三种呢 看啊 身体向下 然后呢 把你的身体往这边转 另一方向去转 然后这样子去抖动 压你的 压你的韧带 然后呢 另外一只手可以扶着地 好 换个方向给大家看一下啊 同样的方式 好 撑住 这样子去压 好 OK 然后呢 脚尖抬起来 这样压 然后完了之后呢 看啊 转过来 啊 这样 看啊 这样子撑过来 然后手扶着地 一定要把你身体这样转过来 不要这样偏 偏了就不对了啊 就不是竖刹了啊 压到一定时间之后呢 空住 就是让它停住 呃 最少呢 停个十秒钟 起来之后呢 这样 活动活动腿 啊 活动活动腿 这个很关键啊 我要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是很关键 这是最为基础的 那呃 另外一种就是我们常见的什么呢 就是 正压腿啊 把脚放到一个高度 这个比较低 可以放高一点点 然后这样去压 拉伸你们这边的一个韧带 啊 拉伸 拉伸这边的一个韧带 这样子去压腿 让你的身体呢 尽量的离你的头近一点 然后呢 脚呢 尽量往回崩 可以把你这个腿 扔带拉长 然后呢 让你的小腿的爆发力更好 完了之后呢 这边 如果说有时候压的时候腿伸不直 就是因为你这边的筋 扔带 拉得不够长 拉得不够窄 啊 所以说你一定要把你的膝盖往下压 这样子往下压 这就可以让你的扔带更好 OK 那到了一定阶段呢 我们就可以练习我们的匹刹 匹刹的时候呢 要两手扶住 地 这样子一点一点的 一点一点的这样子往下压 刚开始的时候呢 建议不需要太着急 可以这样子一点一点这样抖动 抖个几十秒吧 然后马上起起来 甩甩腿啊 踢地腿啊之类的 完了之后呢 继续做 啊 继续 这样的方式 慢慢慢慢 然后 最后呢 让你的 脾刹 可以脾到位 可以下去啊 然后完了之后 坚持 这样子 每天坚持个十分钟左右吧 我相信过上两到三个月 啊 这个扔带呢 就会非常的好 好吧 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 关于练习韧带的一个简单的一个训练方法 我们下节课再见 我们下节课 再 по一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